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Hospodai 我是安舅 中秋節快樂 大家有沒有烤肉啊 星期一是廉價應該超開心的吧 雖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廉價尾聲了 我人在日本嘛 那日本呢 他們的中秋節叫做 15夜 但是日本人好像沒有什麼過中秋節的氣氛 反而萬聖節在10月底 現在就已經很有萬聖節氣氛了 但是人就算在日本 我也想要過一下中秋節 可是烤肉之前做過了 所以呢我們這次就來做 日本人在15夜會吃的東西嗎 那就是 我們來做 月兔的月見糰子吧 對 然後我們呢就來做做看 他們在賞月的時候會吃的糰子吧 好啦 那我們呢就馬上開始啦 咻 首先拿出1分之1個紅薯 吐 刷 咚 然後把所有的紅薯丟進去 泡在水裡5分鐘 把水倒掉以後 再用保鮮膜把它們包起來 拿去微波 600瓦4分鐘 拿出來了超燙的 超漂亮喔 成功了 這邊要小心喔 這個超燙的 趁它還溼熱的時候 我們加入 砂糖2大匙 牛奶2大匙 看起來好像芒果冰喔 用這個名字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的 一個 嗯 小道具 把他們壓扁 混合均勻 喔 喔 好漂亮喔 這好好玩喔 喔啦啦啦啦啦啦啦 OKです 用湯匙挖大概 把鼻粉起來 用手稍微把它搓圓 我們的線就完成了 然後放在這裡 好了我們大概捏了 十個內餡 那我們現在來做外層吧 準備上心粉200克 上心粉呢 它大概在日系超市才買得到 然後它也是用米做成的粉 跟糯米粉比起來聽說口感會比較Q 那我想說 那我就這次來試試看好了 那首先呢 我們先加入 一大匙的砂糖 然後弄碎 攪拌 再加入150cc的溫水 呼呼呼 我們用飯刷來拌好啦 看起來好像要盛飯一樣 欸 現在要來開始包了 抓一個牆 嗯 縮圓 拿一個餡料包進去 拜託包起來吧 包起來 黃河包蛋 好濕喔 黏啊 快快 快過來 一顆完成 好 這個差不多 好我們把所有的糰子都包好了 終於 那現在呢 我們要把它拿去煮囉 短中口煮15分鐘 可以把糰子撈起來啦 真的 我們都撈起來了 然後讓水分瀝乾 現在來幫它上眼睛了 眼睛 再來是它的耳朵 一隻兔子 完成 玉兔月見糰子 不知道好不好吃欸 我居然做了這麼久 我們的 玉兔月見糰子 完成 雖然跟我想像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其中也是有做的可愛的啦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是什麼口味吧 我準備好茶了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吧 先吃哪一隻好呢 吃這一隻好了 我要吃囉 怎麼那麼鹹 怎麼那麼鹹 我把砂糖跟鹽搞錯了 真的假的啊 好甜 好甜 我是白色 我 好鹹喔 我剛剛是不是太急了 那我順便把這兩包給我做 真的假的啊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甜的應該蠻好吃的 怎麼辦 我明明拿糖 為什麼 為什麼還不錯 為什麼 怎麼辦啊 有10個 真的好鹹 真的好鹹 等一下我真的不下去 太鹹了 我在白色 啊 我不想吃 救命 救命 我要跟大家說 我真的沒有在做效果 它裡面紅薯味道 如果是甜的應該超好吃的 外面的皮好像是用砂糖做的 沒問題吧 其實就跟湯圓的感覺差不多 我們就把這個先放到一邊吧 我真的很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大家 中秋節快了 那我現在呢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在 日本Losan Losan是日本才有的便利商店 它跟巧克力品牌Godiva合作 所以越見巧克力大福 想說呢 就是可以一起吃給大家看 它竟然還附我袋子 撐撐 包裝就長這樣 快點好像很容易掉屑屑 會不會我們吃 感覺好像當當包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剛才我吃太鹹 有點味覺壞死了 我好像吃不到什麼味道耶 裡面甜甜的蠻好吃的 可是外面那層巧克力感覺還好 有點粉粉的 嗯 外面那層應該是70%以上的巧克力 有點苦 然後再吃咖啡色的這個 好像沒有很好吃耶 難怪晚上9點還買的到 我怎麼有什麼空穴的感覺 這一集到底在幹嘛 沒關係 雖然我失敗了 不過呢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開心 看得開心就好了 中秋節就是要快快樂樂的嘛 對不對 嗯 那就是這樣子囉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點個喜歡 想要持續做動的話 就訂閱我喔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